大师,我经常做东西很顾虑,很担忧,很怕,很担心做错 就是有点没有承担力啊 承担力同时是跟因为先有挫折,后承担力就是很容易担心 这样的一个组合,通常你的八字缺乏什么? 开创,也就是你的经不足 等于或者你的八字是内藏经 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当你该开口的时候 你往往又不表达 你该承担的时候,你又觉得这个问题如果我做得不好怎么办 你的内心世界是想做的 但是在于你真正要做的时候 因为你的八字的经不够 所以像这样的八字的人,他要补的是什么? 很强盛的经,很强盛的一种思维的一种开创 其实这一个是属于思想上的一种贯穿的能力 这个要把潜意识提升 我会介绍你一样东西能帮你的智慧开启 那其实我们叫做仓起之心 那东领域就有这样的功能 因为东领域真正来说,其实具备了一种稳定性 它会把你的潜意识的一种波动能量,β波开启 当我们的一种领域跟智慧提升的时候 你就会有担当力 因为我们的脑细胞就会灌输你的一种贯穿的能力 那么它就可以加强你的一种工作上的努力 以及分析的能力 所以仓起一旦入主的话 其实东领域就能有这样的一种神秘的一种功能 而且它有很好的功效 那么这个最好就是包括连睡觉的时候 多放在枕头的下面 让你的颈椎的神经经常有东领域 它也可以有安神入定 其实东领域也有一个很好额外的功能 很多人不知道的 它可以增进你的睡眠 还有就是呼吸 所以它会让你的休息的时候 在我们睡觉的时候 潜意识是最好启动的时候 潜意识一旦能力提升 就是你的智慧跟判断能力增加的时候 你自然能承担大事